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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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知道我现在这个服饰是哪一个少数民族的吗 还有刚才跳的这个舞是什么舞蹈吗 我现在呢就在贵州单寨县的一个苗族村寨里边 穿的呢自然就是这个苗族服饰中的一种 刚才和大家跳的这个舞蹈叫做锦锡舞 锦锡舞是国家首批认定的国家集合物质文化遗产 动作简单一学 对行多变 节奏方法 每逢节日的苗站 妇女们都会跳起锦锡舞 游人也可以随时加入 不过锦锡服可是各有不同的 小时我穿的这身呢 可是卫生少女 你们穿的哟 这个呢就是刚才教我跳锦锡舞的美女杨丹了 大家好 你好 我想知道 就是我们刚才跳的这个锦锡舞 我知道就是模仿锦锡而跳的舞蹈 那为什么我们苗族要跳这个舞蹈呢 因为我们的苗族主仙在迁徙的过程当中 就大概锦锡就救了我们苗族主仙人的命 所以呢我们苗族特别同敬 红拜主机我们就要模仿它走路的步伐 编辑了这个景色 丹寨县距离省会贵阳市210公里 风景秀丽气候宜人 年运气温12至17摄氏度 丹寨也是少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的一个县 拥有7项国家级16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看我身后的这一大片天天多壮观啊 我听当地的老乡说呢 到了秋天这里的稻谷都熟了的时候 漫山遍野的金黄非常的漂亮 不过再过一个多月呢 这里的雨水量多的时候 到时候天天就会都变成水田 水硬着天天趁着田 那种感觉真是别有一番味道 说起这个水田啊 我想起来这里的水牛是非常的多 当地的苗族老乡们啊 在农闲的时候还会举行这个斗牛比赛 现在呢 杨丹就把我领到了这个大波鸡寨 然后你看这个寨子啊 从那些木板的颜色就能看出来 这个寨子已经有不少的年头了 杨丹说呢 一会儿在这个寨子里边 将会举行一场这个斗牛比赛是吧 对 大哥你好 这个牛一会儿要参赛吗 才四岁多年 四岁多 四岁多 算是小牛叫嫩牙牛 那这牛有名字吗 没一会儿 现在呢 我们就给它起一个名字 然后一会儿呢方便辨别 在打斗的时候方便辨别 是不是它 大哥 我给它起个名字好不好 好不好 叫大壮吧 希望它一会儿那个身体强壮 然后能斗得过另一头牛 我刚一看这头牛就看着我 这是一会儿要参赛的是吧 这头牛有名字吗 没有 没有 这头牛呢比刚才那头牛稍微干净一点 然后个头好像比那头牛稍微更大一点 眼睛也是痛痛的 就叫它大胜吧 咱们举个疲力点的名字 一会儿呢 别看我哈 一会儿大胜和大壮 就将举办一场这个激烈的斗牛比赛 到底谁输谁赢呢 一会儿我们就知道了 作坏紧急的舞蹈 美丽的高耀鸡田 还有精选自助的斗牛比赛 哪头牛能在比赛中胜出呢 现场又出现了什么特殊品牌 请继续收看 仅游 赞赞 风情 好 现在呢 这头大胜这头牛 已经演练练于是 看到对方的那边 这条大壮 大壮也迈着小剑的步伐 叫大胜走过来 大胜直接冲了过去 小小鸡姐顶下来一块 我不停地在自己打 好 现在两头牛已经出现僵硬的状态 两头牛脚变到了一块 现在已经这么差了 可是只打了一分钟 一个让我们没有想到的场面出现了 这二位居然耳边撕磨起来了 这什么情况啊 在这种状态呢 如果不说是在斗牛 也可以说两头牛在调情一样 因为现在打斗的完全不怎么太激烈 他们的主人现在马上就要上去了 要用绳子抽一下牛吗 我就踩住了 现在是大壮奔跑 大胜现在赢了 正追着大壮跑 好 到底我判断的对不对呢 现在我们大家一块上去问一下 到底是哪头赢了 刚才的这场斗牛是谁赢了 这头 大的 这头 黑牛 也就是说我们起名大胜的这头赢了 他估计他打不赢他就跑了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斗牛比赛 输赢是看 这是说哪个跑的哪个就是输的 平时我们的斗牛比赛都多长时间 有十几分钟的 也半个小时的 一个小时都有 都有 今天算短的 这是短的 斗牛比赛伸手单战苗族人喜爱 从苗栗大年也就是冬至的前一天开始 到第二年的春高 几乎村村都要举行斗牛比赛 没有斗牛场 田田地头 把两头成年的水牛拉到一起 就要斗上一回 牛小天市 到丹寨看 斗牛比赛 最好季节是11月至第二年的4月 其他季节到当地的斗牛场 也能看到专门为游客准备的斗牛比赛 看完了斗牛 有一件事是您来当地旅游非做不可的 那就是亲自感受一下神奇的蜡染工艺 蜡染布咱们许多人都见过 蓝底白花非常的漂亮 可是您知道它要经过多少道工序 用什么染出来的吗 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 那么精美复杂的图案 当地的苗族大姐居然不用打底稿 是直接在蜡染布上一气呵成就画出来的 本个之后我们就带您去体验一下 这神奇的蜡染 一块白布一支蜡笔 到了苗族妇女的手中 就能绘制出精美的图案 小时花半天时间画好的这块蜡画 经过浸染之后 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 请继续收看品游三战风情 看我穿的这么一套 并且拿这么特殊的工具在画画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 其实我不是在摊玩 我穿的这一套是苗族的特有蜡染服饰 画的也是苗族蜡染中的一道工序 叫做上蜡 其实丹寨的苗族蜡染 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么我们在其他地方 也见过很多的这种苗族蜡染 为什么只有丹寨的这么有特色呢 因为丹寨县的牌豆牌磨村是苗族蜡染的花园地 就是我们这里的苗族蜡染的图案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这个是阴阳鱼丸 有点像太子 对 这个是苗龙 苗龙 对 这个画的就是水牛 羹牛 你猜一下这个是什么 这是虫子吧 这个在我们苗族蜡染图案中叫做鸟咸鱼 鸟咸鱼 对 有了 还有一个更漂亮的 走 我带你去 来 你看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对 这个 这两个好像都是蝴蝶 但是为什么这个有一些不一样呢 这个叫做蝴蝶妈妈 它是在我们苗族蜡染中出现频率最高 而且最多的 你看 它的上身是人头 人头 对 然后 这是鱼的身 对 鱼身 然后两边呢 就是蝴蝶的翅膀 蝴蝶妈妈是苗族人心中的始祖 上蜡的村民呢 经常画它 很快呢 我就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发现 这里的老妈妈 上蜡竟然不用笔稿的 真是太厉害了 近年来就能在白布上画出精美的图案 而且据说 它们画的图案就没有重样的 哇 你看 终于画好了 我刚才呢 是在众多大姐们的指导下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做完了这个上蜡的过程 那么一会呢 将会进行这个浸染的工序 这块布呢 将会喜艳蜡染的全部过程 最后正在一位苗族大姐的天枝佳叶呢 使这幅画更加的栩栩如生 生动形象了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就要进行的是浸染的过程 那么这位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腊染师傅 那么挂在上面还是用手去浸染 挂在上面吗 挂在上面 对 好 然后呢 我们要怎么样 然后就把它弄下去 我刚开始以为这个浸染呢 是完全用这个手 因为大哥也戴了这个手套 然后用手 现在就浸缸里边去摸呢 那如果这块布 我要全部染下来的话 就大概要多长时间 要两天时间 两天时间正常 那个是时间越长 我浸染的次数越多 然后它的颜色就会越深 对的 腊染的颜料 是用板栏根的根调制而成的 因为没有任何化学生加剂 所以浸染的过程很漫长 每隔40分钟 就要把布拉上来 和空气进行氧化 反复进行十几次 才能把一块布给染好 经过两天反复的蜡染和这个氧化呢 我现在的这块小手帕 已经蜡染完成了 那么下一道工序呢 就是脱蜡 脱蜡的过程倒是简单 把染好的布放到开水去煮 用高温把蜡融化 被蜡覆盖的部分就露出了白色 呈现出精美的图案 哇 已经出了颜色了 天啊 你看 真的是想象不到 我刚才做的这个蜡染 现在已经成这样了 我就好有成就感 但是我感觉 你看这边也是这个蜡染过程 为什么它这个这么白 然后我这个这么黄呢 是这样的 面料不一样 这个就是用麻的成分比较多 它就比较古朴 有一种古朴的感觉 就是棉的成分多一点 这种青春时尚的 对 其实刚才苗族大姐画的那些呢 大部分最终都会形成这样的苗族蜡染服饰了 其实这样的服饰在市面上卖要400块钱左右 因为是手工蜡染的 那机械印染的呢 大概要30块钱左右 很便宜 那我们在买的时候怎么区别这种 是手工蜡染还是机械印染的呢 就是靠这些细小不规则的裂纹 它是在染色的过程中呢 蜡块断裂开了 然后颜色渗透进去 就会形成这样了 苗族大姐跟我说呢 这些细小不规则的裂纹啊 其实就是苗族蜡染服饰的灵魂 如果游客要是喜欢这些苗族的蜡染服饰呢 也可以像小时这样 买上一套串着 旅游天市 在丹寨手工绘制的蜡画也有出售 根据布的尺寸和图案的难易度不同 价格在100至几百元布等 而手工蜡染布做成的衣服 价格在七八百左右 虽然价格不菲 但是每一种花色都各有不同 是世间每一都 傍晚时分 杨戴带我走进了一个名家乐 在这里我又看到了什么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现在在做的 就是苗族四孝 这个真真的是小的可怜 怎么那么小呢 我们手花要消费 我决定还是不尝试了 你仔细看这些 这些线 线与线 颜色与颜色之间的这些 差别啊 线和另一种线的颜色 完全融合在一块 而且非常细致 而且这种凹凸错落的这种感觉 也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你仔细看 都看不见这个每根线的那种纹路 它们完全都是融合在一块了 我光看我就已经觉得非常非常的难了 对啊 我觉得像我这种粗织大夜行 还不适合这种线线的细活 我们一套这些的切割是小的 这些都是自己绣的 那你绣这一套要花多长时间啊 几年 几年 公司要来做包包 要来买 那它们一个月给你发多少钱 一千包 一千多 刚才大姐说 你看这衣服精美的刺绣呢 一会儿是要做包包的 那我现在能看一下这个包的成品吗 当然可以了 好 去那边看一下 其实我们的厂呢 就在我们的乡村里面 比如说像这些布 你看这个布也是我们织的布 但是呢 是用真丝加粘线织出来的 我们把材料给到村里面的这些农户 他们呢 就是根据我们的要求来订单生产 相当于我们是公司加农户一起这样子来做 公司加农户这样结合起来的 而且我想问一下 就像这样的一个包啊 大概就多少钱 我们这里的价格呢 那是这样 它是根据我们有几百块的 有几千块的 根据它的手工技艺的不同 难度的高低来定价 像这样的呢 这个包包四百多 四百多 四百多 对 那你这里边最贵的是哪一个 像这个信封包 哇 这一看确实不一样 因为里边确实有很多线 哦 上面还有这些毛 毛皮 这边背面也是 你看这个刺绣和那个呢 就不一样 贵州的苗绣之所以有特点 是因为它的技法有很多种 像这种呢 叫咒绣 它是用十三根线先打成小辫子 再用小辫子来绣成图案 那岂不是很难 对对 难度非常高 像这一个面积 一个绣工大约要绣四十个点 你看这是我们对为客人准备的客房 天啊 好漂亮 哇 这个床 我的天啊 我真的是觉得 外边是别有景致 但是里边呢 却是另种风情 看看洗手间怎么样 哎 也不错 干净卫生 然后设施也非常齐全 它有浴霸 然后有着热水器 其实这里边这个设施非常齐全 但是有一个 哎 就是看这个风扇 因为我看了一下 整个房间是没有空调的 但是这个山里边雾气还是非常大 而且早晚有一些冷 所以建议游客要是过来游玩的 一般要在 哎 春夏的时候过来 而且要注意添加衣物 像这样的一个房间要多大概多少钱 啊 400多 400多 一晚上吗 一晚上 我们这里不单单去住 而包括喝茶 而包括体验手工 真是越来越喜欢这里了 就让我在这儿 好小 可以打 旅游小街市 在韭菜宫 苗绣包根据刺绣的难易度不同 价格在400至7000元之间 可以打折 但折口不多 住宿每晚400元左右 价格有些小贵 不过这400元还包括了吃饭 喝茶 体验苗绣 游泳等项目 旅游性观察 当地采用公司加农户的方法 发展特色旅游产品 既能保证农民收入 又保护了传统文化 一站市 一条龙的住宿服务 用自己的特色 留住了游客 乡村中国行 现在就出发 大家看啊 这就是小石画的那块布了 严格来说啊 它是在苗族大姐 给它画好的提稿上 描出来的 不过也不错了 虽然有些地方粗糙了一些 但是整体上还是很漂亮 如果你也去那旅游 也像小石一样 亲自动手 画成一副 世间独一无二的 蜡染工艺品 带回家 是不是也可以在好朋友面前 好好的吹一吹牛呢 其实现在市场上 手工蜡染布的 仿制品有很多 有的呢连裂纹也能仿造出来呢 我在这呢 再教您一个高招 如果把两张相同的 这个蜡染布啊 放在一起 一样的位置 如果有同样的裂纹 那肯定是假货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